東西有沒有出來 如果沒有出來 有的時候有同學 就是安裝ADD安裝好之後 這個東西居然怎麼樣呢 沒有顯示出來 有可能 那我之前就跟其他同學講說 你可以在哪裡呢 這邊找其他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沒有出現的話 你可以檔案新建 從其他裡面的 Android裡面也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也一樣可以按下一步 去新增專案 但是如果說 你要真的要把它叫出來 該怎麼做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之前在別的地方上課 我也找不太到 後來有個同學找到告訴我 所以我就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在哪裡呢 在視窗裡面的自訂事情 這邊就可以找得到了 這邊的話你就直接點一下 自訂事情一下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一個 Menu的 Visibility這個地方 然後呢 它可能在新建 這個地方預設它沒有被打勾 就像這樣子 沒有打勾 對 你就會變像這樣 即使你有裝了什麼 ADT 結果呢 它也秀不出來 那怎麼辦 就很簡單 視窗 自訂事情 裡面的Menu 把它找出來 打勾 就OK了 就這麼簡單 那當然從這邊呢 你還可以設定什麼 如果你不需要的 那就把它打勾 取消掉不就好了 這樣你可以制定 你自己的工作環境了 OK 按確定就好了 那我們怎麼做 第一個請各位新建一個什麼 我們的Android專案 那名稱的話呢 我們一樣叫JVD好了 JVD101好了 比如說我新建一個專案 JVD101 OK 我給它一個專案名稱 叫這個 然後呢 Build SDK特別注意 因為我這邊呢 是用2.33 那最小的需求SDK 就是說呢 如果你放在Google Play上面呢 最低的版本 就是 如果它的最低版本2.2 2.2還可以找到 2.1可不可以找到 找不到了 能不能安裝 2.1以前的就不能安裝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用2.2差不多啦 因為根據那個 網路上目前的狀況來看 看起來2.3還是使用最多 然後呢 再來就是4.03吧 那其實2.2以前的版本 其實用的就已經非常的少 好 那我們這邊2.33 2.2 OK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這邊也按下一步 那這邊也按下一步 那這個其他的名稱 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的話呢 你乾脆這邊 看要不要把 這個Title改一下 改成叫什麼 叫樂透彩 什麼什麼 跟我們這個名稱 可以取成一樣 叫做什麼 模擬樂透彩好了 OK 那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模擬樂透彩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完成下一步 為什麼 因為我們2.2的版本 它SDK 再把它載下來好了 把它install update一下 建立一下 這個專案 那這樣的話 建立專案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來 把剛剛的這個Java程式 做轉換 這邊把它install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OK